保證中國華運科技年獲利率10%的時候 你們為什麼不告訴台灣這邊的投資大眾 這件事情從2010年發生 一直到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 在公司的財報完全沒有揭露 我想所有的大同高層 特別是林國文彥女士要摸著良心問自己一個問題 這件事情真的對台灣股東的權益沒有影響 我們其實可以從很多具體的案子裡面看得出來 就關於大同而言 我們所提到的內政部移民署入出國管理系統 在這個標案裡面 我們才看到說原來在台灣有百年歷史信譽的大同公司 竟然也捲入了這個標案 去年夏天當大家可能很關心選舉的結果的時候 他被地檢署其實起訴了一個內政部的官員 叫做施明德 施明德是誰 他是內政部移民署的官員 那施明德之所以被起訴 是因為裡面金額非常的高 好幾億元 包括了軟體跟硬體 他收受了廠商不當的利益 也就是他貪污受賄 他洩漏了這個標案裡面 重要的機密資訊 那大同公司甚至有資訊管理處的副署長 業務經理也一同因為違反了政府採購法 一起違標 一起綁標 一起派漏了一些機密的資訊 而因此而被起訴 不僅浪費了納稅人非常重要的錢 也讓我們整個政府標案 在整個進行的過程當中 出現了非常多非常離譜的犯罪行為 我們回到有關於台鐵後勤資源管理系統的標案 一個2012年 我們的納稅人投入了4億的標案 大同公司得標了 結果到2016年的時候 都還沒有辦法辦驗收 也就是整個後勤資源管理系統 根本沒有辦法發揮作用 它所造成的就是 台鐵他們的維修也不確實 在維修的時候需要的備料 也沒有需要的料可以用 它影響到的是所有乘客共同的安全 當公司治理沒有做好的時候 破口是非常的多的 通道案最離譜的事情是說 當董事長個人在外面所設立的公司 面臨巨額虧損的時候 結果竟然是由董事長要求大同公司 還有大同公司旗下的子公司 不管是透過做保證的方式 或者是直接搬錢給他的方式 來掏通大同公司的資產 他搬的錢 他屋的錢都不是小錢 不是一兩萬 不是一二十萬 甚至不是一兩百萬 他整個掏空的金額 已經高達了新台幣13億元 從公司這裡的角度 我們一定會問一件非常關鍵的事情 是說當這個董事長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請問其他的董事在做什麼 更關鍵的問題是 請問其他的獨立董事在做什麼 你們怎麼樣能夠放任這個董事長 如此的胡作非為 當董事長出現了這麼嚴重的犯罪行為 掏空了公司這麼多資產的時候 在事前 整個大同公司的董事會 完全沒有發揮任何監督制衡的功能 大同公司的獨立董事也形同虛設 更可惡的事情是 當董事長的犯行糊光了以後 即使接到了主管機關的來函 要求他們對林衛山起訴求償 可以裝作沒有看到這件事情 完全無動於衷 台灣的公司拿投資大眾的錢 去中國所進行的投資 搞到現在不僅僅是 這些股票 在中國阿里巴巴的拍賣平台上被拍賣 而且這家公司竟然變成 中共的國有共同公司 真的讓人非常的感慨 1994年 大同集團的台灣華裔 可以說是數一數二 非常掀席到中國的福州 去做投資案 當時投資的金額6億美金 以當時的 投資的狀況跟物價來看 可以說是天價 那因此 台灣華印到福州去投資 這件事情 也引發了 中共高層 非常大的關注 包括那個時候 在福州市 擔任書記的習近平 都大力的幫忙 我也沒有買大同公司的股票 這件事情跟我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跟大家分享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觀念是說 當一個上市公司使用社會大眾投資的錢 他卻涉入了一些違法的事情 甚至牽涉到了犯罪的行為 台灣的華印 這麼大的一個公司倒了 綠能也倒了 上市公司也倒了 當這些公司倒的時候 這不僅僅是說幾百億公司的資產 被燒乾 全體的股東受害 他所造成的外衣效果 最起碼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他們跟銀行 借了幾十億的錢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清場 台灣銀行就因為 對於華印 對於綠能 的放款 提裂的呆帳 已經新台幣30億元 那這一些對於公股航庫 所造成的損失 事實上他所提裂的呆帳 就是全體納稅人的損失 那除了 對於國內的這一些 債權銀行 造成極大的傷害以外 最離譜的事情是 當他們決定要去申請公司重整的時候 結果有五千名員工 他們不管是他們的薪資 還是他們的資遣費 台灣的華印都沒有認真的面對處理 他把整個爛攤子丟給 由我們的政府所設立的工資電藏基金來墊成 那也就是說 拿政府設立的工資電藏基金 來去償付台灣的華印 他本來應該要給付 這五千多名員工的薪資 跟他們的資遣費 結果造成整個工資電藏的金額 超過新台幣7億 這個大概創下了台灣工資電藏基金 賠付的歷史 當今年林郭文彥女士在走出台北地檢署的時候 她身邊有非常多的網票 用著雨傘在幫她遮 不希望被媒體記者拍到 人之常情 我們大概可以理解她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們要問的事情是 當大同公司 當台灣華印 而林郭文彥都是裡面最重要實際負責人 她要回答台灣華印跟大同 所有的股東 一個共同的問題是說 當你們在中國 做了這麼離譜的保證 保證中國華印科技年貨利率10%的時候 你們為什麼不告訴台灣這邊的投資大眾 這件事情 從2010年發生 一直到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在公司的財報 完全沒有揭露 台灣的華印狂 在中國投資的中國華印科技 即將成為中共國有的控股公司 我想所有的大同高層 特別是林郭文彥女士要摸著良心問自己一個問題 這件事情真的對台灣股東的權益沒有影響嗎 非常顯然的 連我們的金管會 都沒有辦法認同 大同高層 做這麼離譜的狡辯 所以是由金管會把大同的高層 把林郭文彥女士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過去這段時間收到非常多小股東的訊息 他們真的很可愛說 他們也不知道 竟然有人知道他們家的地址 去按他們家的門鈴 敲他們家的門 要跟他們收委託書 那我要告訴所有小股東的是 這些委託書 代表著是你作為一個大同股東的權利 即使之前 可能有人上門拜訪 有人按門鈴 他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讓你交出委託書 但是撤銷委託書 一樣是你的權利 而且撤銷委託書不會影響到你拿 這一個股東會紀念品的權利 這個股東會的紀念品是每一個股東都有權利拿的 不是你要交出你的委託書 才可以換得到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已經把委託書交給別人 你可以趕快現在發一個通知 是給大同公司的股東主 撤銷這個委託 撤銷了這個委託以後 你就可以自己上網 行使你電子投票的權利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全民公司法第二期 下一期我要進一步的向大家報告 在6月30號那一天最關鍵的股東會 可能會出現什麼荒腔走板的狀況 我們又應該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來去確保股東的權益 讓台灣的資本市場秩序 不要繼續被破壞 請大家持續關注 Okay, what are we, what are we doing? 我們liers